大家好 我是吳仔 今天先說說193 193 昨天在網上看到一個專題訪問他 哭了 就說自己沒有東西厲害 爆哭 說自己很廢 竟然有人喜歡 嘩 是不是真的這麼廢呢 那就要看看內文 跟大家研究一下 193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ERROR由先 有個朋友介紹我看ViuTV的一組已經說 這班年輕人很有辦法 很好看 看第一集已經覺得這個193很帥 覺得他是很帥 現在他的帥哥是供應的 他自己應該都知道的 你看他扮阿玲玻璃 化女裝都 嘩 美女來的 人好帥 像張國榮哥哥一樣 霸王別姬的化女裝都好帥 真真正正 這些真的叫做漂亮 有些男人叫做型 你叫我任達華 那些扮女人都會覺得噁心 整個趙喜拿 莊斯拿扮女人是噁心的 但193扮女人是漂亮的 他英俊一個 不用哭了 真可憐 193 叫做國家進 就是憑著《全民造星》入行 ERROR 不是ERROR ERROR 經常都說錯 不好意思 他因為敢言串爆TVB 所以人氣急升 IG的FOLLOWER由八萬多 一個月升了四倍 現在三十多萬 他說喜歡給面子派對的娛樂圈 突然間有個國王的新衣的男生說直話 贏盡民心 我想我自己也有少少這個特質 我也說 他還可以做 如果像我這些我就沒得做 我說得很盡 比他更加盡 他只是串一句半句 我更串 有時候真的串到自己也不相信 他193並非驕傲自大 剛剛相反 還有一些自卑 同時懂得感恩 尤其是對粉絲 我本身也不覺得他自卑 那麼帥 穿衣又有品味 有些人其實不太認同他穿衣 有些是ViuTV的粉絲 走來找我說 他穿衣覺得他挺奇怪 但我覺得 他這麼帥 這麼高大 穿什麼上身都是好看的 我又覺得他沒問題 但是換了頭 你換了他的頭 但他的頭肯定是不行的 他有些衣服 但我覺得他很好 我是很欣賞他 其實我很喜歡看漂亮的 基本上 你始終娛樂圈 升式藝 升行第一 他一式也走第二 他有了 絕式 帥仔 A級 A級或以上 他就這樣說 他說七師傅 就是七仙語 ViuTV現在都很密切合作 他說這個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他認為有 我的粉絲就是這些人 我看到他們都很感動 然後做個訪問也哭 哭 真的193哭 想起那些粉絲 其實我也明白 這個 他以為是無緣無故的愛 其實不是 不是無緣無故的 如果你相信三世書 就是前世今生 上世一定是幫了很多人 我曾經說過一個人都是這樣 笑波子應該上世都是偉人 我說哪有這麼多年輕人突然追隨著你 哈哈 年輕人很喜歡你 真的 其實是 有一點點是市場選擇你的 都沒有說 他說無緣無故 他說有 怎麼會無緣無故呢 始終你外表外在美很厲害 我看到Facebook 有些女生 有些朋友說 我最近是J193 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很奇異 我也回應他 我說 神經病我這麼英俊 怎麼這麼奇異 對不對 我覺得他 我真心覺得他英俊的姜濤 可能姜濤有些粉絲罵我 但其實各有各漂亮 但大家都偏向有些 像女生 就說 193平時說話 就是不太掩飾 他說原來真情流露的時候 都很直接 都31歲了 看不出來 我以為他20多歲 因為他童顏 童顏帶男孩 現在知道他什麼了 這樣說 那就說 雷邦做這個專訪的時候 就說他轉數快 說話又快 做訪問就是令牙利恥 揮灑一致如 就是口才好 不過說到Facebook的時候 他突然間就語疾了 就是說話疾了 眼都紅了 一開口就哭了 淚崩了 他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支持我 他說 從《全民造星》開始 認為自己是一個很廢的人 什麼都不懂 但竟然有人喜歡我 他說我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人舉牌 他說 你是不是瘋了 這個人不懂 唱歌跳舞 每個人都說他廢柴 直到有一次出席 牛仔褲品牌活動 發現很多粉絲 為什麼他們會喜歡一個 什麼都不懂的人 覺得很神奇 他說到我生日的時候 整個地鐵站的廣告牌 都給了我 他說 我想跟七師傅說 他這個世界是有無緣無故的愛 他就眼淚連連地說 抹了眼淚 就污煙補充 當時我覺得很醜 還沒說完這句 他忍不住又哭 這樣就是薄屁 感動歸感動地薄屁 可能他真的太多人支持他 他就停一停 他就說了 粉絲跟其他人說 193是自己偶像 他覺得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當時193什麼都不懂得說 如果跟朋友說 會笑他 如果說自己偶像是姜濤 其他人會認同你 他因為姜濤很魅力 跳舞唱歌那麼厲害 其實也正常 但我怎麼跟朋友說 自己偶像是193 他什麼都不懂 唉這些不用 其實說真的 古天樂也不懂 唱歌跳舞什麼都不懂 做戲也不太好 但真的別人喜歡你就是喜歡你 你們生到那些五官 靈覺分明 已經是一種藝術 不用這麼薄屁 就說對粉絲的愛無以為報 只能夠盡量滿足他們所求 他就說有一次 他覺得自己是有求必應的黃大仙 其實覺得自己很瘋 有時候就想想自己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做 經理人勸他很多次 例如粉絲拍照簽名 他一定做足 他即使睡小一點都會滿足他們的要求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支持我 就說我經常提醒自己 怎樣可以報答他們 就是更加努力 要做到好成績給他們看 每次盡力去做某些事情 例如做戲 做好綜藝節目和主持工作 他們看到他很開心 這就是他唯一可以報答他們的事 初入行ViuTV的時候 他試過幾個月沒有工作 現在人氣急升 工作一行接一行 令他很開心 現在真的多了工作 他很感恩 多了人認識我和ERROR 生活上的改變就是很忙 一直都很想試試有幾忙 但原來真的很忙 而不只是拍節目那種忙 而且真的多了人認識 如果在街上停下來和人拍照 其他人見到又衝過來排隊 真的很多人認識 感覺終於像一個藝人 不是KOL那種 對 另外就說 如何迎戰這件盤戰士 有人喜歡他敢言 也有人不喜歡他這麼辣 愛他不愛他 沒有中間的 有的 有的不出聲就中間 我算不算中間呢 我覺得我是偏愛他 我覺得可以 真的 你看ERROR 我每次的焦點 算我直言 我不是看著肥仔 我就是看著193 193 看著多一點 說真的 這個是我真心 可能我也是他的粉絲 他說 有人說 其實所有的INBOX留言都會看完 當然有很多人支持 說他講真話 不過 偶爾有人罵他 他很喜歡回覆罵他的留言 他說例如用粗口罵我的 我會說 在九箭等你 我經常在那裡上班 然後對方就不回覆我 他說我很喜歡回覆這些留言 他說昨天才回覆了一個 他說 你夠膽罵隔壁台 你沒死過 他說是不是想打獲你 是不是想我打獲你 然後我就說 好 我在九箭的 你來找我 不過之後他又不回覆我 有很多網民只有我講字 不夠膽行動 他全部都是Keyboard hero 我覺得 我看這麼多娛樂圈 這些是浪費自己時間 真的 浪費自己時間 喜歡你的看了 給個心心 快點 不喜歡你的 我覺得 回覆也不用回覆 學張柏芝所說 這些你跟他互動 我只是浪費自己時間 他在你那裡賭垃圾 他不在你那裡賭 他不賭在姜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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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賭在我那裡賭 不是說什麼 其實不是說跟你們同級 我意思是說 Haters always hate 這個是定律來的 你不能招呼他 你跟他互動之後 然後他可以 嘩 你完全夠不夠 說真的 我就跟他們不同 一件事就是 可能他們群體工作 他們是要理人 我就慶幸自己 可以離群隱居 如果我不喜歡他 我簡直是 我說明我會 我會 其實我很斯文 你不會知道我隱藏了你 YouTube給我這樣的功能 我說真的 不是啊 無謂你那麼多人 一人一句 一天 就不要說他那麼多人認識 那麼多人喜歡 好像我這些 一條片最少都一萬 一萬個人一人說一句 我看完 資訊量都太大了 不如我看一萬字的文章 我再說多些東西 給大家聽好 對不對 我去評論這件事 你走來評論我 你真是神經 我也是希望 對不對 像你們這樣 你們做個節目出來 別人看你的作品 別人看你的作品 又評論你的人 這些也是 你慢慢習慣的 如果你做十年都是這樣 你就 這樣就沒有長大了 真的 不過現在還是新的 其實他有些東西是可以 是可以令自己輕鬆一點 你看 滾滾滾流眼淚 因為 滾滾滾 就是 認得太多 別人罵你說 不會不開心 就是假的 對不對 一定會不開心的 那麼 何必你會呢 罵得你的 通常都是這些 不是打你就殺你 不是殺你就罵老爸老母 什麼什麼都是這樣 是不是 沒有新意的 罵人的說話 讚你都是那些 支持 多謝 鼓勵那些 都是這樣 所以 本來沒什麼 他現在就 鬆容面對批評 他說 但是入行初時 對網民在Facebook 和連登的留言 非常在意 所有的留言都看完 很緊張 很介懷 簡直想開個新帳戶去回覆他們 但其實這些是很小撤的人 那些人說話很廢 純粹看你表面就評論你 那些人最喜歡說 193很廢 不懂唱歌跳舞 那些人眼光原來這麼窄 覺得你不懂唱歌跳舞就叫做廢 就是了 他有沒有留意過我背後的付出 很膚淺 所以 我就不想 不需要和這些沒有老的人跟計較 有老的人都會知道我在做什麼 開始慢慢看法 然後發覺越多人認識的時候 就會越多人評論你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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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多人認識越多 資訊量太大 腦子不是這樣用的 我自己 不要說別人評論 不關事 不是別人評論 我自己看這麼多資訊 我自己都會有些萬性疾病 你都知道我多養生 不要 人越高 血管越長 有些隱性病 更加會嚴重 我聽說 小儀都說她很疼心 對,疼心就對 其實注意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也很重要 不需要理會這些人 我覺得是 對 他說 之後那個人說 樣子衰難道要整容嗎 因為之前拍了最後一屆口罩小姐選舉 他說 甚至教組員 不要看留言 如果看這些 看的話 要學會消化 因為很多人只會不斷攻擊 例如說你樣子衰 那可以怎樣 他樣子天生 難道他整容嗎 他以前有看討論區留言的時候 有些人會提供改進的方法 例如建議 跳舞可以用力一點 就說現在跳得好樣子衰 我會接受這些評論 但是說真的 手長腳長跳舞不好看 手長腳長跳舞和打功夫都不好看 我以前都很想做一個動作演員 我跟過恩子丹做動作演員 但其實一高 打出來的動作不好看 打兵器又另外計 但跳舞一定不好看 一定不好看 你沒看過一個人跳舞是很好看的 逢身小顆 矮 剛剛好 剛剛好 都會好看 但是 越高越不好看 這個沒辦法 這個是 那個感覺來的 對了 除非你真的厲害到 比一個矮的人更厲害 你就可能跟他做到差不多了 那個成就 就是跳舞那個level 但我看不到一個跳舞高的 是很厲害的 有你告訴我 然後就說 他曾經是錯失過選校草 原來193 從小到大都很想入行 中學的時候 就選過Yes 的校花校草選舉 不過當時沒有這份勇氣 怕醜 只是想過參加而已 他沒有選過 抱歉 只是想過參加而已 他覺得如果輸了很醜 擔心同學會取笑 所以最後都沒有參加 最終隔離班有同學參加了 還拿了冠軍 不過他就 絕對不英俊 他認為 他說叫什麼名字 他說我說了不英俊 你還問我什麼名字 他說神經病 他叫周天堡 哈哈哈哈 據悉 原來周天堡曾經闖入娛樂圈 可惜都不成功 老實說 我以前也有想過參加歌唱比賽 我也沒有參加過 小時候是不敢的 真的不敢 我們這些經歷也有點像 同事天涯倫樂人 我也有朋友參加過校草選舉 那個是英俊 但是有沒有進入娛樂圈 我想他有嘗試進入 但是最後就進不到 是啊 這行也不一定 選美才行 你看法哥是不是選美出來 劉德華也不是選美出來 郭富城也不是 別人以前說過富城又小的又不英俊 你看過過富城年輕人 真的挺不英俊 男人說魅力 魅力 不一定說樣子 不過你說193 如果193真的選一定贏 我覺得他的樣子太精緻了 整個女生這樣很精緻 真的很英俊 好像那些卡通人物畫出來 那個輪廓 自爆曾經假裝病 考過TVB訓練班 就說193在英國讀大學的時候 就主修心理學 更加在當時就讀這個時裝課程 畢業之後回到香港 就在連卡佛和IT做過時裝的買手 期間就會考 不是 曾經考過藝員訓練班 參加全民造星之前就做時裝工作 他說當時都有報考隔壁台的訓練班 有網友就說 被我發現了這件事 其實他自己也說過出來 這個的確有參加過 而當時有一件事很厲害的就是 他說我演技很好 為了省這個假期不請假 我裝病 上午兩個小時之後裝病 還面青口唇白那隻 然後上司就說 嘴唇白了 叫我快點走 他簡直趕走他 然後去了將軍澳 投考藝員訓練班 不過最後 竟然沒有成功被取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當年米高佐敦也曾經被人賣走了 有人不選米高佐敦 公牛隊拿了米高佐敦 之後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 他參加《造星》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不再年輕了 因為都28歲 如果28歲都不嘗試的話 其實這一輩子應該都不會再試 他可能去到五、六十歲的時候 會跟自己的兒子說 很後悔有沒有參加 然後就鼓勵兒子去做 因為自己做不到 不想自己後悔 所以他覺得什麼都要嘗試一下 他覺得 失敗的話 要做回 如果成功的話 可能就是另一個人生 對 對 對 失敗就當沒事 試過嘛 但贏了就是另一個人生 他好像現在這樣 真的完全不同了 他說如果被TVB取錄了 就相信不會是現在的自己 這樣 我也覺得是 絕對是 TVB 超 讓你進去你可以亂說話嗎 立刻照你廢 說到這裡 回復這個串嘴的本色 暗串揚明 他說如果進去 說不定現在已經在賣燉湯 又可以亂開車 他說誰知道 說不定已經回了大灣區 還在跟你聊天 哇 挺囂張的 哈哈哈哈 其實囂張是好東西 但是我想說 張國榮曾經說過 孝串型漂亮 那 形形就見仁見智 我覺得他OK的 穿衣 孝不孝就 跳舞有些人就會孝 他跳舞就一般 但是穿和漂亮 他有 孝串型漂亮 他有兩方面都挺尖當的 帥仔 穿也挺囂張的 活該你紅 簽了ViuTV之後 曾經說日不敷之 他幸好一向有存錢 還有讀書或者工作期間 都有在時裝店炒賣生意 做這個炒賣生意 他說會買一些香港沒有的品牌 然後轉售 例如在俄羅斯和瑞典的品牌 他覺得很漂亮 因為香港沒有代理 所以會買來轉售 他說有時放在內地網發售 生意更加好 他說當時做這些生意 賺到錢 但其實公司也很好 至少會有底薪 他說數目雖然不夠生活 但是足夠生存 那筆錢可以足夠坐車吃飯 一腳踢地搞了這個自家品牌 覺得他很喜歡玩時裝 但玩時裝 其實最後 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 沒有位置放衣服 很多人要租倉 我覺得這些 就是負擔 老實說 我覺得是負擔 他很划算 其實他穿什麼外出 人家都會看著他 覺得很帥 像是男朋友 模特兒 還說迷戀 迷戀 有網民說他是迷戀 他笑了 說金句王上身 連笑帶打的暗寸 聲稱薑粉是馮瑩瑩 他說 我一向都是迷戀 薑塗 我是薑糖 不是薑粉 不會亂的 說自己是薑粉 有追蹤薑塗 所以先說出自己是薑糖 其實不是迷戀 因為我覺得姜濤很有自己的舞台魅力 他在舞台之下可以是一個輪家男孩所奸奸的 但一上到舞台就很驚喜 他覺得這樣很厲害 就欣賞他 所以他很欣賞這個人 因為香港已經很少這類型的歌手 現在買少見少 他說曾經狂拍散拖 爆了一些情史 他絕對不是姜濤 喜歡女人 雖然那個女生的樣子 我覺得他是女生的樣子 但他也是喜歡女人 坦然曾經不停拍散拖 外形不錯 追女沒難度 他直言覺得不差 但當然不是英俊 不過說五官端正 相比身邊很多人都不是五官端正 所以已經是個優勢 當然有很多人比我更英俊 不過覺得自己五官端正也算OK 正正常常不算樣子 我說到你眉目如畫 已經是 拿筆畫出來的五官 小時候拍過很多次散拖 真的不記得什麼心態 但有一段時間不停拍 一兩天就拍完散了也有 不知道算不算拍拖 然後一兩個星期都有 我已經想不到那個階段是為了什麼 都不知道做什麼 拍拖 拍散拖只是不懂得想 當時不知道什麼是拍拖和愛情 到中學最後階段已經開始穩定了 有時間拍一下長拖 他說他只是喜歡亞洲女生 這個方面我又很像 我經常跟別人說我的英文這麼差 原因是因為我不喜歡鬼妹 說真的 他說他最長一段情有三年 是英國的同學 他問到會不會跟外籍美女拍拖 他笑言 他說沒有 他只是喜歡亞洲的面孔 其他人經常會問 在外國讀書有沒有混過鬼妹 他說他絕對沒有 他可能覺得他們很狂 接受不了 女友全部都是講廣東話 純粹就說 什麼 純粹不想講那麼多英文嗎 語言能力又有限 咦 就對了 跟我一模一樣 我覺得我有一些東西跟他有點像 雖然我叫他10cm 我183 真的 他就說 那些什麼 和那些 什麼 鄉村仔讀書 在日本和韓國女生 都不是很漂亮 反而越南那些挺漂亮 對 越南那些女人真的挺漂亮 啊 正 對 講到他這些 下面就是講很多他那些私人的東西 那些你喜歡看 看回他的專訪 那我覺得 他是一個 其實跟我很相似 我也是不喜歡鬼妹 對 又是因為這個語言能力有限 對 還有 一點點自卑 我覺得他現在聽他說話 但是自卑得來有點困 那究竟那個自卑是否假裝出來呢 其實不多不少有少少的 可能因為他高 與別不同的人 是介乎在這個 就是那個自卵和自卑之間 我經常覺得 因為跟人不同 人 有少少東西是求認同的 你高人一決 你很難跟人一樣 對不對 那我覺得 其實他演戲 可能會有少少少吃虧 加恩他太高了 你說那些女生1.7米都是高 1.7米的女生都高 但是矮他成23cm 你想想 如果一個男生1.8米是一個小生款 1.8米差不多 我相信姜濤也是差不多 1.8米左右 如果矮日23cm的女生的比例 其實是很小顆的 只有1.5米多 那你1.7米 放在193上也是 好像是1.5米多 他演戲真的好像 高了一段 所以我想 這個原因 花姐才會把他放在這個 ERROR 但是我覺得他也是很有前途 做很難做 因為為什麼 戲劇呢 你要去模仿別人的人生 你太出淚拔萃 你很難的 但是不要緊 他始終有他的優勢在這裡 你說做綜藝 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男生很有前途 大家多支持他 我很喜歡看他 不知為什麼 我在電視裡被他吸引著 整班人我只看著他一個 那就優勢了 但是如果你說做戲 要抹一抹腳 其實 當年郭富城矮的 張偉健矮的都可以踩木箱 你抹大一點的腳 那些Wideshot 就 即是 給鏡頭 將他變 可以了 你們會做的 我希望193可以在他的演藝事業上 放光彩 我真的蠻喜歡看他的 今天希望大家認識他多一點 還有 我覺得 看完這篇文章之後 我會了解他深了 最後一句 加油 好 拜拜